平宁茶叶博物馆7月1号起恢复收费 全票80元 不过呢包括了新北市民65岁以上的长者 以及学生等族群 还是享有免门票的优惠 而收费的第一天呢 多位来自外地的游客都遵守了规定购票入馆 对于使用者付费的原则 也都抱持了赞同的意见 民众现在来到平宁茶叶博物馆 已经不能自由进入馆内 因为从7月1号起 包括了平宁茶叶博物馆 十三行博物馆 银哥陶瓷博物馆 黄金博物馆 淡水古籍博物馆等五个新北市博物馆 取消实施多年的入馆免费优惠 这样的措施民众买单吗 新北市政府订定 博物馆入馆费一律全票80元 不过包括了新北市民 学生老人儿童等族群 只要出示身份证明文件 还是享有免门票的优惠 我们新北市的市民 以及我们65岁以上的长者 还有我们55岁以上的原住民 那包含所有的持学生证的学生 那以及我们的低收入户 以及我们身心障碍者及陪同者 其实都还是维持免费的 新北市公有博物馆从2009年起取消收费 但为了提升餐馆品质 因此市政府决定从7月1日起恢复收费 为了提升博物馆的这个精致度跟品质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恢复收费 来改善我们的服务空间 那也提供民众更好的餐馆品质 查博馆馆长刘亦如指出 在恢复收费前 曾经针对新北市与外县市民众 进行问卷调查 其中有7成民众都赞成 使用者付费的原则 因此期待未来 透过了更多资源的挹注 能够在软硬体设施上 提供更好的服务品质 记者声明评张门奇 批您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